各位听众好,我是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执行副总编辑邓嘉玲 今天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提升生产力的三个诀窍 当重要产品即将上市或是你的团队预定要进行重要简报 最后期限会引发肾上腺素激增 很容易就助击你在清醒的每一个时刻都努力工作 不过这种情况当然无法长期维持 最后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身心俱疲 那么,要如何让高生产力变成习惯,持之以恒呢? 第一步是要了解,有生产力代表用最佳方式来过你全部的生活 而不仅只是工作 设计良好的个人生活可以支持你在工作上的努力 是当安排何时工作与如何工作能让你拥有丰富的个人生活 我们应该思考某项活动如何能在不同的领域对我们产生正面的影响 这些领域包括我们的个人生活、专业生活、社区或公民关系以及健康 举例来说,不要在办公桌前狼吞虎咽地吃三明治 而是与某位自己喜欢的同事一起吃健康午餐 这可同时对你的健康、你的专业生活以及你的社交活动都有益 接下来,当你考虑自己的代办事项清单时 很重要的是,把任务跟完成那项任务所需要的专注力互相配合 举例来说,对一名作家而言 写文章比阅读文章耗费更多的脑力 所以,这名作家可以把写作安排在早上 那是一整天头脑最清醒的时刻 随着一天时间的推移,创意会逐渐地减弱 但如果把脑筋不灵活的时间只用来做低风险 但是必要的任务 就可以延长一天当中有生产力的时间一至两个小时 这些低风险但是必要的任务 就像是为了做研究而读书 或是赶上在群组中讨论的进度 如果你的生理节奏不一样 可以反转这些流程 一开始先慢慢来 然后在一天稍后的时段 再来解决更需要生产力的工作 最后,善用零碎的时间也很重要 对大多数专业人士来说 几乎不可能在行事例上有大量的空白时段 行事例上最常看到的是 在一连串网络研讨会和会议之间 断断续续空出的30或是60分钟的空档 你可以参考华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的做法 这位著名的高生产力人士说 他每天都有许多小目标要完成 他的做法是前一天先检查隔天的行事例 找出行程上的空档时段 然后列一张想在这个空档完成的工作清单 这张清单随时都可能会改变 如果某位记者传电邮 问他对一件突发新闻的看法 他可能会放弃原本的计划来回复这位记者的讯息 但是那些短短的时段中 他知道自己也应该做哪些事情 像是订机票 写推荐信 或是上传帮朋友新书写好的书评 知道该做这些事情 让他可能达成目标 不会浪费零碎的时间 一个星期下来 这些零碎时间加起来就相当的可观 就算是最有企图心和最积极的人 也无法长期维持高度的专注 而不会导致绩效降低 生产力的秘诀是让你持续投入工作 并且长期维持纪律 了解生产力对你真正的意义 让你的能量配合手边的工作 甚至善用空闲的零碎时间 如此一来 你便能在最重要的目标上 获得重大进展 以上内容 在自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 说明提升生产力的三个诀窍 方法包括 第一 要了解 用生产力代表 用最佳方式来过你全部的生活 而不仅是工作 第二 把任务跟完成那项任务 所需要的专注力相互配合 第三步 散用零碎的时间 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阅读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